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新一集的交涉现场 喂 今个星期都OK吗 今个星期我经常要走出去 很多东西玩一下 可能你好似都预备了很多news 是啊 可能是新年在职 或者是CPplus 日本CPplus在职 所以都有很多新的新闻 不过未讲CPplus的新闻之前 先说一下其他东西 喂 你知不知道来来 DJI那架 Mavic Pro 现在可以三至五天订货 即是你预备 三至五天就有货 之前是说没有货 现在都算是9货 我听到网上有些案例 例如1月3日预备 或1月5日预备 1月10日已经有了 好啊 至少证明功货量稳定了 而且这架机应该都开始 不用再挨炒价了 嗯嗯嗯嗯 但是另一边的商量很大 在Kickstarter 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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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港元 大概这个价钱 是时候走路 但是呢 结果呢 前几天我自己也收到她的email 原来你订了她 我没有订 没有那么前卫 但是发觉 原来也解释她为什么做不到的原因 她说经过很多研究 物流 那Lily的飞机 就胎死腹中了 那麽大事 那她会不会退钱 没有交代 所以其实 人家研究都要钱的 我想是的 Kickstarter 其中一个意义就是 你付钱去協助她研究 不是一定是买东西的 其实呢 Kickstarter 是其中一个很成功的 集资的case 集资的金马迪也足够的 估计不到 为什麽会 你想想三千多万 都不少 其实我想 因为有些概念 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 始终你 Kickstarter 有些事情 你集资的时候 都是一个概念 那是做不到 就是 在现实中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的 所以变成 如果大家 有投了这架飞机 应该都 打定数数了 应该都是 永远都来不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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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那就讲一下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DxOMark 这个网站 你也讲过几次 通常是试一些器材 一些镜头 它会给一些分数 是 它声称说 会用一些比较科学化的方式 测试 那 最近之前 试过最高分的两部 就是Sony A7R Mark II 还有D810 Likon D810 是 那两部就是 一部99分 一部98分 那样 那美国是8分 但是 竟然有一部机 突然间一试出来的结果 是108分 这麽奇怪 但是 老实说 我不知道 它怎样去定义 为止100分 那如果 maximum 100分 又怎样可能高 其实我最初 都是像你那样想的 就是想着 100分 还是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 maximum 只不过是之前计算 计算到99分 只不过是之前的所有数据 都是推到99分 那现在真的有一部机器突破到100分 即将来总有机会有这些1000分 是的 那这部机呢 是哪一部呢 是Red的 红色 它是专门做一些 现在的数码 电影摄录的一些 机器来的 那它呢 今次就出了一部机 叫做Helium 8K 那它的器材器 是它自己和Sony 联合一起建立的 是Super 35的方式 但是有3500万像素 哇 Super 35 对 Super 35就好像APS-C 差不多 但是 如果以3500万像素来说 那它比很多 就是Canon C系列的像素 会高一点 高很多 是的 另外它这部机器的 宽动度 超过15.2级 就是它滲出来的效果 应该是现在那么多的 就是DSMR来说 最好的一部 虽然它的规格 规格 规格声称是接近16级 但是15.2级 都很到磅 这一部机器 现在还是Beta的阶段 有一些 可能新的视频 还在试 而且这个级数的机器 就不是拿出来去买 多数都是电影工作者去用 但是 你会发现原来 这个技术 就真的是日新月异 真的可以超过100分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未来 听闻说今年 Sony新一批的器材 都会在CV Plus 随着新机走出来的 嘩 在说 如果又 去到15点多级 就是你 后製的空间 真的大得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是 去年 可能差一点来说 你说可能Canon 5DSR 810 Sony A7R2 A7S2 那些机器 说真的以为 我们以前会拗 菲林和数码的效果分别 现在这些机器 真的很明显有个优势 现在可能再过一两年 最新的技术 原来发觉它 无论宽动不到 迅速的比例控制 解张约的其他 是真的不断 再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其实 发展的空间 是不是去到樽頸位 又好像不是 还可以去 你见很多 我反而觉得 樽頸 又不可以说 樽頸 不过它可能 超越了 需要太多 例如 一般人听CD 的级数 已经听盡了 我当 一个例子 但是你不是 每个人都听得到 高级率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接着你还跟我说 不是 未来还有一些 比现在的高级率 还要再高 意义可能 未必有那么大 说实 我反而 例如 例如 市面上 斌德 可能给你一个 picture shift 技术 X3 CCD SIMOS 技术 其实 发觉是 对于追求的极致像素 和解像力 还有空间 去追 所以 未来的 新技术 都会有一些进步 相对于 一五一六年 再高解像一点 索性 到时不需要长镜 回去才 摸摸 摸出来 都还有两三千万 都不要笑 现在可能有些机器 拍视频 都开始设计 这个概念 我全部拍了4K的片段 然后 其实4K开始 稍微流行之后 已经是这样 是的 如果你说 我要爱照片 真的随时 夾一格 那照片就在了 是的 好了 那说一下CP Plus的东西 应该有很多资料 大家希望今晚 我们希望每一项都讲得详细 大家耐心点听 好 好 再不是 待会再剪下 剪下的 就OK 嚇死人了 太长了 那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K1 和之前K70 都出来的效果 又不是太好 又不是太差 其实挺好的 性价比又高 资料 资料的人也多 那来着 刚刚在一个网站 叫做trice.com 和这个 另一个网站 也在日本那边 叫做digitalcaminfo.com 找到德斌德在印尼的电讯局 注册了一个专利 有一部 有部机叫做KP KP 那就会 应该是订阅机 是的 就会走过来 即可能在来着 估计 在CP Plus 相当于以前 彩色卖样的那些 那些 但是 不知道 因为其实K70 本身都比较中价位 那这部 你猜有没有机会 是全民的 应该是平价的 新系列的无法机 因为以前那些 不是数字 就是K 英文字那些 全部都是最便宜的 即是卖样的 那些机 那它暂时的 是欠缝的 只是知道它有WiFi 以及有GPS 模组内置 但是这两个功能 都不代表什么 因为很多 可能是Low End 都开始有这类型的功能 OK 那就 拭目二代 但是另一部 APS-C的旗艦 随着K70 出呢 K3 就正式宣布停产了 那它是尴尬的 因为其实K70 那个功能 已经贴到很近了 嗯 接着它上面又有一部 不算很贵的K1 其实这部 都真的 不停产 我想都 都 即是它可能 本来都是想着 卖卖市面那些 因为市面那些 可能都有货货 我看到现在 B&H 那些 Amazon那些 就会买这部机 去到大概699美元 美金 即是4000-5000美元 哇 很划算 是啊 而且连上手柄 送给你的 哇 超划算 如果你不介意 用K1以下的机 这部机真的性价比挺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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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怎么办 因为2017年 FANTAS都公布了 几支新的镜头 有些顶招镜 都看看CP Plus那边 会否最终出什么 我就希望 主观议员 它是出一部 是给Kill的 之后的新的 模反系统 Kill啊 但是 因为Kill停产了 是啊 但是 是不是这样呢 Kill的问题 我真心觉得 要等多一两个礼拜 大家才知道 可能 好 富士 富士这个 其实说是全民 但其实都应该不是全民 都很坚强 是 那要说下星期 就是 中片幅那部 GFX50s 和 不能更换镜头 X100F 和XT20 不能更换镜头 就一起出了 是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说过 但是 最主要 今次想说 就是会连上镜头 例如 是 Expo 2 和XT2 那边 有支50mm2 有XR的系列 是 有银色版和黑色版 会出 这个很棒 臨来的时候 都发觉有实物 在我上面 即是有些间谍照 应该都会看到 OK 另外就是 GFX 那部钟片幅 有三支镜头 会先出 标准镜 63mm 2.8mm Y Y-Standard的镜 32-64mm 四肝圈的 也是WR的 就是防水滴的 另外有一支 长一点的 MARCO 那就是120-14MARCO 那大概 EG鏡的焦距 就等于 以35mm片幅計 大约95mm 那基本上 就是E3支镜 下个星期 就会见街 跟机一起出 跟机一起出 那之后 其实它的 之前公布 还有EG110mm 2 23mm 4 就是EGYANGLE 还有45mm 2.8mm 就应该 可能今年 年中 或者下半年 才会出的 嗯 另外如果你是富士XT 用家 香港也很多 估计不到 计计完 Firmware 4.0mm 之后 竟然还有个5.01mm 的Firmware 给你 很厉害 我想它也算是 史上最多版本 Firmware 虽然它 今次没有说 什么特别功能 虽然它 升级了一个 但是 应该 它写到明 是有些Budflex 以及 会令到 相机的表现会好些 所以富士野 用家 应该下个星期 即他们的发布会 之后 就可以更新 计划 我想是一些 再加快 对焦 对 对 另外就是 减价消息 我估计不到 XT2和Xpro 2 都好像挺好 但是 外国开始做减价 真的想不到 这么快做减价 尤其是XT2 但是 最初那一层是没有货 所以实际 都不是真的 买了一层很久 我想实际买到的人 差不多这段时间 或是圣诞节到 才真的买得到 是啊 是啊 那我看了 那么多的package之中 最底就是 買XT2 加上1855 2.8缸 再加上直到手柄 你猜一下多少钱 比之前减了230美金 我记得 就应该 因为我有立过一下 的 我记得 15000港元 左右 是啊 差不多 他不用2000美金 算下来 大概是15000港元 那应该是 比起初 臨出那时公布的 就应该 那时 是债机身 这个价钱 虽然实际的价钱 债机12000多 那时 但是连晚值都要这个价钱 就是说 现在这一刻 就送了这支 这支是中价镜 不是那些 不差的 因为这支应该 不够 1650那支 好一点 但是这支应该 中价位那支 对 中价位那支 另外 X-Pro2加23mm 那支也会减250元 大概14000元 所以都OK 另外富士 不知香港会不会跟着搞 我想应该会 其实 不过可能慢一点 是啊 正啊 我有很多机器想买 那 X-Pro2 我还以为这件事很惨 那些钱都放进去 X-T2就有个银色版 我想有些人都在等很久 那X-Pro2有一个 石墨色的版本 那我看过 网上的照片都挺酷的 但是要看看 实物的效果是怎样的 那大家都可以等下 等下这两个不同颜色的版本 走出来才去买 嗯 好了 有一部机器 我现在说 有一部机器 大家知道810 知道D5 知道D750 有部机器大家遗忘了 其实很多人都不记得 还有这部机 你背出来 或者突然间在街上 看到 你都会觉得这部机挺酷的 但是想起 叫你再说一个模特 你可能有时候 之间未必会记得 我记得 因为我有一个 台湾朋友 一直用到现在 是的 我们在说的这部 就是仿古设计的DF 嗯 其实这部机器 初头都买得很贵 因为它那时候 如果没有机器 它都是跟D3 还是D4 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它没有那么快 它是千多万像素 即是D4 是的 理论上是那个 理论上是那个 是的 即是它是一部 理论上 理论上 影相质素是D4 但是功能是 Low End 机的一部DF的机 但事实上 我也都见过 那些女士 喜欢这部机 以及喜欢Analog设计 就买了这部机 但是这部机 我想这部机 就有个问题了 你买的时候 如果它核心是810 外壳是这部DF的外壳 是不是这件事会开心点呢 对很多人来说会开心点 因为D4 即不是不好 但是 Sensor 你知道 它宽容不到应该也不差 但是有个问题了 就是它只有1600万像素 现在很多Low End 即使在那个年代来说 都是低解像的 就是1600万像素 好了 所以NICOR 应该今天有传闻 就出来了 在日本杂志披露 拍了一张假叠照 就是有一部新的DF2二代 是 那听闻说 就会用D750 做一个核心 是 即是给了2400万像素的 Full Frame Sensor 是 亦都用新的处理器 但是有感光范围 就不会有DF那么厉害 可能是 但是其实D750 应该都不差的 我想 51200也做得到 但是效果可能没有DF 那一粒Sensor D4那粒Sensor 我觉得不要紧要 最紧要 如果它吃部机 效能表现 提升了很多的话 都可以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舊的DF 都还是很大部 如果大家细心去比 其实它和810 基本上都没有分别 只是 是的 它只不过 它用一些 线条来欺骗你 令你觉得很细部 但是我觉得 现在 尤其是16年尾开始 很多人都会 吹向一个 风气就是 如果我的手机 轻巧一点 我就会用得它好 或者买得好一点 或者买得好一点 如果今次Econ 可以偷小一点 这部机 偷到好像真的 有难度 即是有难度 它的镜头 没有得走 是这么大的 可能真的 这部机会受欢迎 但是对于Econ 来说 也是一个好尝试 你看到其他对手 Sony Canon Pentas 没有这类型设计 仿古设计的机身 我觉得如果做得好 一锁就锁到Olympus 是的 做得好的话 应该都可以 是的 为什么Olympus 它会好买呢 我觉得Olympus 好买的其中一个原因 它的手机真的小 但是又做到这个仿古的设计 所以都吸引到部分的用家 就是巴仁都说得对 好了 兼容新闻 另一单 就是 如果你用iPhone 10.1是没问题的 10.2 就是最新OS版本 iOS10.2 兼容 在YKON的Snapbeach 就是360 S1cam的程式 以及新的G5600 也要有的 就会有些兼容问题 即使在YKON的路程 你就会跟你听 可能有些 沟通不了 如果要不回程 如果是算 因为Snapbeach 和Snapbeach360 是两个app 如果就这样看 似乎只共360 嗯 明白 因为我未深究 但是如果就這樣看,看標題就應該是,只說360那一個 OK,360和170,大家先記住這件事先 Nikon現在都在尋求解決方法的 可能都要寫一個debought的app,然後給Apple申請回 那應該... 換轉吧,你用這部機,不要upgrade 是的,他就這樣建議你先這樣,如果暫時你是未upgrade到10.2的 那可能10.1用先,也都沒有問題的 那另一件事了,原來今年除了CP Plus之外呢 對於Nikon來說呢,就有一百周年了 那原來那個紀念日是今年的7月25日 就是我們的回歸紀念日之後十幾二十天 那原來都很有趣的 大家對Nikon的concept可能停留在二次大戰之前 可能幫Canon做一些相機的鏡頭 但是原來之前那十幾二十年,Nikon都一直有運作的 那它的網站就寫得很詳細了 真是Nikon的偏年史,哪些很正的產品 每一年很有歷史意義的產品都寫出來 原來最早可以追稅到1917年 那時候是做一些望遠鏡,顯微鏡 沒有什麼相機的產品 相機產品一去到三十年代才有做的 那大家也可以去Nikon.co.jp 跟著slash18th的網站去看 這些Nikon的衣服 那不如來到這裡,我們暫時停一停 因為這一節已經很長了 那我們不如看一停,下一節我們繼續講news 好,待會見 那